2007年5月16日凌晨5点多钟 中国北京海淀区中央财经大学家属院的李先生起床时 看见对面的家属楼有一个单元着了火 烟雾当时很大 他赶紧拨打了消防电话 此时起火楼内的很多居民都已经被烟熏醒了 消防队迅速的出警 消防员于5点14分到达火场 5分钟之内火势便得到了控制 消防员使用消防钩检查地上是否有雨火的时候 发现在一层楼梯的拐角处有一具烧焦的遗体 保护好现场的同时 他们立刻通报了警察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5月的频道 我是一个专注于案件故事的频道 相信大家对美国的辛普森杀骑案都不陌生 今天5月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同样离奇的中国案件 强林峰曾任中国电子报社的总编辑 2010年他被认定为杀骑焚尸的凶手 但是没过多久他又被无罪释放 8年后他又一次被认定有罪 这个故事一波三折 15年的时间里可谓是经历了过山车式的体验 法医检定结果很快出炉了 那个被烧焦的遗体被确认是住在该楼三层的 中央财经大学42岁的女教师马勤燕 虽然身体大部分已经严重碳化 但医学上仍然具备验尸条件 经过检验马勤燕的气管内未见异物 血液中未检出乙醇和乙氧化碳 马勤燕的右侧舌骨骨折 法医的鉴定结果 不排除马勤燕被扼压或者是掐雷颈部 导致机械性窒息而亡 在他离世后遗体被丢入火场 此外消防部门调查报告显示 起火点就是遗体被发现的位置 火灾原因被认定为具有放火嫌疑 种种的迹象表明 这场火着的蹊跷 随后警方展开了调查 此次火灾还有三个人因烧伤住院 其中一人就是马勤燕的丈夫 中国电子报社副总编辑常灵峰 她的面部和四肢被烧伤 尤其是手部表皮 大面积脱落 常灵峰在接受询问的时候说 她头一天晚上11点半钟回到家中 妻子马勤燕当时就在家 四日凌晨5点左右 她听见有人喊着火了 就叫醒了妻子一起跑出家门 跑到二层和三层之间拐角的地方 她发现火势很大 她就慌忙跑到五层一个邻居家 躲避起来 而此时的妻子已经不知去向 常灵峰的陈述被警方认为很可疑 而且警方在走访调查中了解到 常灵峰夫妻于1988年结婚 2001年育有一子 不幸的是 这个孩子患有先天性的自闭症 事发时儿子正在青岛接受治疗 熟悉他们的人透露 夫妻俩经常的争吵 此外 常灵峰在外面还有一个交往多年的情人 警方认为常灵峰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并对她进行了监视 监视居住大约持续了三个月 在此期间 常灵峰始终不承认自己谋害了妻子 2007年9月26日 火灾发生四个月后 常灵峰被刑事拘留 并被送进了看守所 仅仅两天后 她的无罪供述便开始向有罪供述转折 不过她讲述的细节并不完整 而且相互矛盾 比如说询问笔录中 常灵峰称自己是在激烈的争吵后 双手掐死了妻子 争吵的原因是她那晚回到家中 妻子向她提出 有一个朋友要带孩子来北京求医 希望在家中借助 征求她的同意时 常灵峰说自己当时并没有说话 原因是妻子对青岛 帮他们照顾孩子的表扫 态度极其的恶劣 妻子马秦彦最后很恼火的质问她 到底能不能住你在这里给句痛快话 她十分反感妻子的话语 两个人于是产生了肢体冲突 继而使手掐死了妻子 不过随后的笔录中 她又将双手掐改成了右手掐 左手抵挡 关于放置遗体的位置 她在几次的供述中 内容也有所不同 而且用于点火的火柴 她又称是把火柴扔到了火里 有的时候则说 自己又把火柴拿回了家 一审开庭时 常灵峰当场推翻了她的有罪供述 称自己在拘留所里经历了 刑讯逼供和超强审讯 她说在接受审讯的期间 自己一度精神混乱 因为公安局一直坚定的认为她有罪 还说有充分的证据 搞得她自己也开始怀疑自己 另一方面 为了顺利的烧伤治疗 她就开始按照刑警和预审员说的 大致状况进行陈述 但后来对方并没有兑现承诺 自己手上的伤疤 也并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 被拘留后的常灵峰 一直在看守所里度日 一等就是三年 2010年5月5日 北京一中院做出了一审判决 常灵峰谋害罪名成立 被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很显然这一次 法院采信了常灵峰的有罪供述 在那些供述中 常灵峰还说 事后她把已经没有呼吸的妻子 搬上了床 收拾完屋内因为打斗 掉落在地上的东西 她又考虑了两三个小时 由于当晚风大 她便想制造一个火灾现场 造成妻子没有及时逃生 被大火吞噬的假象 她于是把妻子背到一层 那个被住户改造过的 简易麻将室内 并点燃了火 其实这些供述 基本上已经给了人们 一个生动的画面 无论逻辑 还是时间上都经得起推敲 但有罪判决下达之后 常灵峰在律师的帮助下 很快就提起了上诉 常灵峰的辩护律师指出 常灵峰属于刑讯逼供 驱打成招 而且她的罪供描述 有很多细节与邻居的说法都不同 例如关于隐燃物的来源 木板纸箱等物品 都是从一楼二楼的拐角处取得的 但多位邻居证实 一楼二楼的拐角处 并没有这些杂物 上诉书中还提到 现有的证据里 除常灵峰自己有罪供述以外 其余证据都是客观上描写 火灾发生的过程 或是马秦燕被发现的过程 并没有一份直接的证据证明 火灾和马秦燕的离世 都是常灵峰所为 常灵峰曾经招供说 他将妻子放在麻将时候 一共点着了四五个火点 火苗有桌子那么高 然后他又回房间等了两三个小时 直到火烧到了楼梯通道 被大家发现 律师则表示 这一陈述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因为如果火苗一开始就非常强壮 根本就不可能等到两三个小时以后 才被邻居发现 由此可推错 其货点可能只是 星星点点的烟头之类的 加之多个邻居证实 火星在凌晨三点钟就已经出现 有人闻到了焦糊的味道 然后火势慢慢的发展 直到凌晨五点左右才被发现 这也再次证明火是慢慢燃烧起来的 当晚打麻将的邻居表示 他们的麻局是在凌晨左右才结束的 而且四个牌友里有两个是抽烟的 由此推断 烟头随地乱扔 也有可能留下了火灾隐患 律师还表示根据本案所有的证据 根本就无法排除这种意外火灾的可能性 另外法医鉴定说明 马清燕不属于自伤 但也无法排除意外死亡的情形 马清燕在逃生过程中 因为碰撞惊恐等原因导致昏倒 顺楼梯翻至一层的平地 然后被消防水枪充置棋牌式的可能性 也是有的 针对律师的这些猜测 检控官提出了反驳 法医检测报告说明 马清燕气管内没有探陈 如果他发生意外昏倒在火场 那他的肺部不可能没有探陈 这点足以说明 马清燕的离世时间早于火灾发生 紧张的抗辩结束后 47岁的常林峰被法警带入法庭 因遭遇火灾 他的双手已经严重畸形 他是用手臂夹着诉讼材料入场的 庭审开始后 他要了一杯水 回答问题的时候 声音洪亮 同时略显激动 审判长问他 你一审的判决是什么 他回答说 是莫须有的罪名 2011年4月14日 北京高院认为 原审判决认定的部分事实不清楚 裁定撤销原审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的判决 发回重审 在二审的庭审中 双方最关键的争论在于 死亡的原因是否能够确定为人为 以及常林峰是否遭受到刑讯逼供 对此检方还提供了三份新证据 在之前的庭审中 海淀分局的法医 曾经出去过两份专业的法医 鉴定结果 但都未肯定表述 马秦燕的蛇谷骨折是外力造成的 北京市检察院 委托司法检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重新做了检定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不排除因恶景导致的机械性窒息 这也肯定了 马秦燕蛇谷的骨折是外力造成 检方同时还邀请了 鉴定人出庭作证 简单的说 这个结论还是非常有倾向性的 但常立峰的辩护律师则认为 检方新的检定报告程序违法 因为在鉴定报告的落款中 出现了没有任何法律规定的 授权签字人这个名字 另外 这份鉴定报告 指依据检察官提供的法院的 第一次有罪判决 表明法医在鉴定时有倾向性 律师指出 至少应该将有罪和无罪判决都提供出来 五月其实并不太明白 这是律师和法官在玩什么文字游戏 让我们接着看看辩方的观点 他们说 既然不能排除恶警机械性窒息 但是意外猝死的可能性 始终没有被彻底排除 因为马秦燕有晕血等病史 检方则拿出更详实的法医报告 上面明确表示 马秦燕的颅腔内未见出血 他的心肺等器官未见明显的畸形 这些也可以认定 马秦燕不是病例性猝死 但常立峰聘请的这个律师 貌似非常的卖力 他的名字叫做赵运恒 显然他在这个案子上下足了功夫 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给常立峰 打翻身仗的机会 他请来的法医证人证实 很多猝死兵婴如果不做欺骗的话 是不能做出认定的 此外这位法医证人还表示 检测报告中的 猴氏粘膜淤血等病例性改变 在机械性窒息 急死和中毒等情况下 都有可能出现 检方提交的火灾原因是 支持有故意放火的嫌疑 但赵律师认为这份认定的重要依据是假设常立峰有罪 这一点显然违背了火灾的认定程序 他表示既然火灾发展迅速 认定是明火 但有明显的证据显示 火灾发展两个小时才被发现 他还指出检方并未进行有效的走访和勘察 而且消防局显然没有对丝搭乱建的麻将屋 以及居民随意拉扯电线进行调查 他还指出检方并未进行有效的走访和勘察 就莫名其妙的排除了火灾隐患 常立峰也在法庭上坚称自己无罪 之前的供述是遭受了刑讯逼供 检方则否认了他这一说法 他们表示常立峰在整个供述期间表现平静 不存在刑讯逼供一说 为了有效反驳检方的说法 律师在法庭上要求常立峰举起两只完全不同的手 以此证明刑讯逼供的存在 审判的结果呼之欲出 面对如此胶着的控辩双方辩护 法官似乎也非常为难 此案并未当庭宣判 但辩方律师指出 根据新刑诉法的规定 此案已经发挥重审过一次 不允许被二次发挥重审 这次高院只能直接做出判决 2013年1月 常立峰的代理律师向法庭递交了法律意见书称 自常立峰被抓 失去人身自由 至今已经将近6年 合计超过了2000天 就算高等法院发挥重审至今 法庭也审理了21个月之多 迟迟都没有做出最新的判决 已经严重超过法律规定的审理期限 律师还表示 依照新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法院应对常立峰寓意释放 因为重新审理21个月 已经超出规定的实现三倍之多 常立峰被羁押接近6年 手上的重伤一直没有得到正常的护理和治疗 在看守所内的生活也不能完全自离 基本靠他人帮助 也许是这位律师咄咄逼人的高压产生了效力 2013年3月20日 北京一中院重审一审判决认定 对于指控常立峰的犯罪证据 未达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 羁押6年后 这位昔日风光无限的中国电子报副总编辑 被当庭释放 当天中午12点多 重获自由的常立峰走出法庭大门 他脱下外套 向在场等候的记者 展示了他那双完全畸形的双手 10个手指朝向不同的方向 萎缩或者是伸张 只剩两个手指能够活动 他的辩护律师在一旁形容 那是根雕而不是手 被释放后 经过多次的手术 常立峰在当年那场大火中被烧伤 机型最严重的左手 已经逐渐恢复了基本功能 外形也慢慢的恢复正常 右手还来不及手术 对于常立峰是否遭到刑讯逼供 判决中并未提及 不过判决认为 常立峰的有罪供述 与其他的证据 并没有达到共证一致 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此外判决书阐述的无罪理由 还包括公诉机关出示的事件报告 法医汇诊意见 以及常立峰律师提交的 由司法检定机构出具的司法检定意见书 常立峰被从死缓改判无罪的消息一出 立刻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 这一案件被称为是 中国版的辛普森杀奇案 也被认为是那几年少有的贯彻 一罪从无的原则的刑事判例 然而当常立峰改判无罪后的第九天 2013年3月29日 北京市检一分院提出抗诉 他们指出常立峰的罪供与其他的证据 完全能够相互印证 这也充分说明他供述的真实性 而常立峰关于受刑讯逼供 自己同妻子在火灾中一同逃生 后妻子在火灾中下落不明的辩解 不能成立 2013年10月29日 北京高院开始庭审这个颇具争议的案件 这一次的开庭 检方提交了三份新证据 一份是由原历属司法部的鉴定中心出具的法医鉴定 结论是马秦彦的离世 不能排除扼押导致机械性窒息 一份是北京市消防局出具的火灾原因认定 支持有故意放火嫌疑 最后一份是常立峰在基水滩医院的主治医生询问笔录 重审二审在2013年开过一次庭宁后 之后时隔7年都没有任何的消息 常立峰案在2020年11月30日迎来了第二次开庭审理 据说这一次开庭并不是因为双方有新证据提交 而是由于案件的时间久远 而且参与庭审的法官 何议庭成员以及检方负责诉讼的人都发生了变更 等到重审二审判决时 距离上次开庭又过去了一年多 也就是说常立峰的案件 一审二审两次判决的时间相隔了3205天 这可是8年多的光阴 中国现行法律并没有对案件审理期限的最长时间做出规定 若经最高法批准 理论上可以无限期的延长 但像常立峰案件 两审判决拖延了这么长时间 确实不多见 2021年12月28日 重审二审判决出炉 法庭认定 常立峰构成了故意杀人罪放火罪 但鉴于本案由于家庭矛盾引发 结合案件具体情况 对常立峰判处死缓 判决后 常立峰被当场收监到北京市第二监狱 这么一个离奇的判决 让常立峰的人生犹如过山车 被判无罪八年后 他又回到了熟悉的监狱 有些人很关心他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 根据他出狱后结交的新女友介绍 他收到了八封常立峰在狱中寄来的信件 对方表示他将会继续上诉 这绝对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判决 案件基本上的情况就已经给大家介绍完了 下面说说五月自己的观感 当我看到法医的检测报告称 一番的妻子蛇骨骨折 以及肺里没有探成的时候 就觉得他就是凶手 这种直接证据 基本在任何的地方都该叫做铁证 当然我不是专业人士 但凶手在火灾发生的时候 一系列的作为都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 夫妻二人是同时起床逃生的 这人却能自己逃到五楼的邻居家中 而妻子却在一楼被烧成黑炭 被告人的律师确实是一个对法律十分精通的人 根据资料显示 他是一个律师事务所的主任 他在辩护的时候细致入微 能从不同的角度找到公诉机关的纰漏 也正是如此让常立峰能够偷得八年的自由 还有一个说法 当年常立峰的无罪判决 可能是与当时呼声甚高的防范冤狱 一罪从无的司法政策相关 公诉机关如果能够在第一时间 将控诉的证据进行完善 那么正义就不会姗姗来迟 不过这个案件发生在16年前 我们只能猜测当时的法律条文 还没有今日的这么完善 但无论如何 我们欣慰地看到坏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他在天堂的妻子也应该得以瞑目 好了 今天的案件故事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别忘记点赞订阅哦 再一次感谢 我们下期再见